大家週末好 那麼行情正在一個9月的新開端 這裡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十字路口 尤其對於新的績效 那它從何而來 就是說9月要在哪裡賺錢 這很重要 任何的投資要有一個明確的價差 對 要有明確的價差 9月份價差在哪裡 或者是說 像比方說你收租的 你就幾號要去收租 那做股票的就是 這個月會漲什麼 這很重要 當然你可以有一個長期的規劃 但長期的規劃不見得會如你所願 因為市局也會發生變化 那以這個月來講 包括像8月 很多AI的股票 在揮達公布財報以後 沒有再限到高點 那麼資金它就會有一點流出 流出的狀態你要考量到幾個重點 今年來講大型股很多人賺很多錢 比方說你隨便賣個10張的技嘉 可能就可以買100張的小型股 對吧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小型股 從位級很低的地方拉起來 那一拉就是一根漲停 這個就是所謂的價差 從這個條件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全新的股票開始了 如果這個資金在做一個移動的話 你該怎麼辦 那我們也要從這個 大家要面對的議題 去探討一個投資當中 我認為是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最難的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最難 你覺得是什麼產業分析 還是技術分析 還是消息 還是什麼 你覺得怎麼最難 那我其實可以告訴各位 千百年來沒有變過 最難的就是你的心態 這個是最難的 等一下就來跟各位講這個問題 今天還不錯 開低走高 那開低走高的話 當然今天有幾個新聞 就是說第一個 美國他出來說 沒有要讓中東不能出單 那我想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 行情從低點抬上來 那這個位置我們只能講過 抬上來這個距離 就是周K線下影線的距離 所以這個部分周K線會收紅 對不對 他會收紅嘛 收紅就等於日出啦 因為這一根比這一根高嘛 雖然說上禮拜是一個上影線 不過你看 低點是漸漸高 對不對 上一根遮掉不看的話 這一根收盤架就在上一根的上方 這兩個要合起來看 反正是周級別日出 但是月級別日落不跌 對不對 它就變成一個區間震盪 如我之前所說的 區間震盪的格局當中 就會有一些股票來做互換 那互換當然你要看情形 有一種是破下去轉空 轉空爆量當然就 資金就離場 但事實上不是 這一波高漲拉回的股票 都是創新高拉回 所以資金會在市場上 找尋下一個目標 這個很重要 這個觀念很重要 就是比方說你獲利咬傑10張技嘉賺300萬 假設你賺300萬 你是不是會在市場上找技嘉第二 一定會吧 所以我們這一次跟各位講說 舊AI換新AI 人性會有一個模板的效應 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定毛的效應 好比說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我告訴你要買技嘉廣達偽創 那你當時可能會不認同 等到AI漲上來了以後 大家都說要買技嘉廣達偽創 大家都說要買AI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這裡要做來回操作 可能變成你不認同 因為你會覺得AI這麼強 為什麼要高檔出呢 對不對 所以說心態上你就很難轉變 因為你落後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定毛的效應 你已經習慣了你做大型股 當資金轉向小型股的時候 你又會變得不習慣 所以我才會一開始跟各位講 什麼最難 心態的轉換是最難的 突然要長小型股 你不習慣 因為你六七月習慣做大型股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會講說 為什麼心經被市場上 被佛教界認為是一個 經典中的經中之經 他在講的就是一個無我無常 沒有我值 放下我值 在講的東西就是說 你所認為對的東西 你隨時要去打破它 但是對我來說 其實市場上唯一值得 在這個地方當作一個標準的 我心中唯一的標準就是趨勢 因為N字就是用趨勢寫出來的 好那我們就從上N下人來講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OTC 那OTC明顯強多了對不對 右腳比左腳高 但是OTC過了頸線以後 是直接往上攻 所以它四連紅 所以OTC強多了 你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從周K線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比這兩支 代表強多了嘛 OTC的這個日出強多了 OTC這個日出強多了 乾脆多了 所以OTC代表當然是中小型股 這個大家都知道 美國商務部出來否認 限制中東出口AI晶片 重點其實不是在新聞嘛 對不對 新聞不重要 重點是在於股價 股價對新聞的反應這才重要 股價對新聞的反應 有沒有電到一樣直接彈上來 沒有嘛對不對 是有點可惜 那如同我昨天所說 當時的這個四星KY 你可以看到這一根 有沒有 7月5號這一根 那個新聞 在這邊爆量的時候有沒有 新聞出來以後 當然隔天就收一根紅棒 然後呢 這一波段 再也沒有回來測過這個地點 直到第二次拉回來還是直撐 所以我們看到維穎 它新聞是出在昨天 對不對 但這個新聞呢 就沒有像四星KY一樣把它拉起來 就沒有像四星KY一樣把它拉起來 否則的話 應該要跟四星KY一樣 昨天把它拉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大量吞掉 收到這個地方來 那所謂的不漲 倒不是說它永遠不會漲 那你要看市場上 什麼時候願意漲對不對 以7月當時 AI還是主帥的情況下 四星KY要去把那個缺口吃掉 是很簡單的事 但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很多人都在出高檔的伺服器 你說這個地方你要去拉圍影 相對就困難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你要看當時的局勢而定 我放下我值的意思是說 市場怎麼走你就怎麼做 那AI遲早會上來 但是就是要看它什麼時候走 那市場上也有一種想法 就是有部分的法人 他其實都已經買好了 那他們看好的事 比方說8月或9月的營收 看9月的最多 大部分都集中在 大家認為伺服器9月會出的最好 那你要看它9月的營收 基本上你要等到10月的第一個禮拜 所以中間這一段時間 就讓你整理一下 兩三根周K線 再把你拉起來 可能是今年他們第四季的計畫 對不對 只是說對於投資人來講 你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你不能等等等 對吧 來股票市場就是要賺錢 所以這個時候就產生另外一種效應 就是我說的 你賣掉10張的技嘉 那基本上你拿在手上的錢 隨便都可以買100張的小型股 股票就這麼拉長廳 你賺不賺這個錢 如果說你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講的 你所謂的AI 就是你們老師所謂的AI 就是從頭抱到尾 都不動它 那其實 我就拿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一支股票叫光寶科 你說你從這裡抱到這裡 你說這有什麼意義 沒有錯很強 的確很強 你不能說它不強 這股票當然很強 這股票從當時的70塊 漲到150兩倍了 怎麼不強咧 漲兩倍以後 你從這個地方買進 140抱到這裡 還在這裡 你說你有價差嗎 沒有嗎 但這個禮拜如果你做對了 我贏可以從35拉到55 對吧 所以價差這個東西就是 隨時都是一個 零軸 它隨時都是一個 好比說我該怎麼講呢 不管你上一個學期 考幾分 這個學期你都可以拿下第一名 對吧 那你就抓好9月要漲的股票就好了 好那我們看看 當今的AI最強的那幾支 第一個台光電 再來是誰 波羅威 好那這有幾個概念 什麼幾個概念 因為波羅威它本身還有通訊的概念在裡面 對吧 你仔細想想看嘛 電影也是 它還有汽車概念在裡面 那你有沒有發現 不是純AI的 反而在這裡最強 不是純AI的 反而更強 對吧 沒有真的掉下來 純AI的反而都在這邊玩頭 你從電影跟波羅威就看得出來 你有兩個題材 對不對 那有的人說 可是我之前看有兩個題材的長得不多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行情是每個月都有它新的邏輯 那你看這個系統 IC設計這幾支 那今天就帶一個題材出來了 對不對 實際上還是IC設計最強的 系統 好那我們看一下 當然資源也有 那這裡帶動的股票是通加 所以IC設計嘛 IC設計加新的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 從尾圈圈開始 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來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其實賺到新股票其實會蠻多的 大型股小型股 好那我們看一下創尾 這個IC設計 今天從底部上來 注意喔 從底部上來股票很多 9月會漲中小型股 然後從底部上來 記憶體我跟大家預告過了 從季線的下方打右腳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微剛從78塊這個地方走上來 其實已經拉上來將近一層多的空間了 再來就群點 群點長第三天 果然記憶體在這邊受惠AI嘛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我今天就不多說了 AI再加上控制IC IC設計又是主軸 所以點續從右下角 反攻上來 這有帶量啦 所以IC設計再做一個大反攻 好那這E加 這個E加就今天續創新高 今天的話輪到中華車了 所以汽車零組件顯然是最強的 所以我現在來跟各位講一件事 就是9月是這樣子 我先講結論 今年6、7月份很多人習慣做大型股 那現在突然漲小型股 你說你不習慣 那這個情形就跟 今年的4月份5月份 剛開始漲大型股的時候一樣 漲廣達你笑人家 買那個大型股不會賺錢 對不對 那現在講小型股 你手上有大型股的人 你笑人家 現在大型股才是主軸 你小型股不會賺錢 結果今天漲的就是小型股 所以我一開始就跟各位講說 心是最難的 在投資圈裡面心是最難的 你的心要怎麼收放自主 你心中不能有框架 你如果有框架說 大型股會漲 小型股不會漲 小型股會漲 你也有框架 你現在轉不過來 當OTC拉四年紅 你知道該買小型股的時候 你手中可能還抱著五六月的股票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轉不過來 那你說這些小型股的提產 你知不知道 汽車零組件的提產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誰都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第一天 一家漲第一天的時候 跟今天中華車漲第一天的時候 你說為什麼不願意買 因為你心中覺得汽車不會漲 那心中為什麼會覺得汽車漲 因為你還在期待AI 但是AI加汽車的漲更兇 不然怎麼會有電影 可是電影只有漲一天嗎 也不是 所以其實我現在跟各位講結論 當股價表態的時候 當下你相信它 那你的人生問題就解決了 人就是因為那個心轉不過來 轉不過來 你知道轉不過來 當你轉過來以後 你的想法就變了 我舉一個例子 你說台積電這公司 在台灣掛牌那麼久 二三十年了對不對 為什麼兩百你不買 四百你不買 一百你不買 八十你不買 打死你都不買 偏偏到六百你願意買 因為到了六百你相信會來一千嗎 所以當它從六百 往下面走回到四百的時候 你認為有你要報 可是如果你當時在四百 三百衝到四百的時候 你去追四百 你可能會問你說這個叫追高 所以台電沒有變 始終都是台電 變成是你的心對不對 所以回到我們 相對於實戰的中心思想 很簡單 誰當主流我做誰 所以這個禮拜 我們在講的觀念 就只有一個 賣掉舊AI買新AI對不對 所以IC設計叫新AI 記憶體叫新AI 沒有賺到這一波的人 沒有賺到這一波的人很簡單 沒有賺到這一波的人很簡單 因為心轉不過來 轉不過來對不對 大型股轉小型股 因為OTC這次比大盤強 心態轉不過來 習慣做大型股 習慣做光寶科 做金像電 做廣達 做技嘉 我不習慣做小型股 結果呢 小型股今天讓它漲停 趙立又漲停 對吧 又漲停了 我當時有跟各位講過 你看最後一次這一根爆量的時候 很多人說 哇這不會漲 手機怎麼可能會漲 手機怎麼可能會漲 這不是高檔爆量嗎 長黑之後如果前低不破 就是多頭在抵抗的 實際上你要把這個 這個要這樣 我跟你講這種股票你要這樣子看 我弄給你看 真正要看是要這樣看 我跟你講這線型要怎麼看 你要把當中課那一天的去掉 這才是它真實現行 你知道嗎 這一招全台灣只有我會 全亞洲只有我會 真的啦 華爾街我不敢講 華爾街可能也有人會 拉回來講講一個動點 所以當時第一天 我看8月16號告訴各位 這就是一個表態對不對 有圖為證我是提前帶你各布局的 不要說今天長上來 我才這邊耍帥對不對 事實上我還是講這個重點 叫做別人反彈我創新高 有沒有 從這個事件 我們就可以講一件事 當第一根紅棒出來的這個有沒有 創新高的時候 就像今天 很多汽車領主事件 它今天第一天轉強 它後面的三四個禮拜 在創高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不在禮拜一就咬住它 你可能會錯失一大段行情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舊AI換新AI是刻不容緩 那我們9月還有布局嗎 中小型股會大反攻啊 贏在起跑點一開始就跟上我們 來我們先進一段廣告稍微下來 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 掌握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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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賺錢的感覺 當然就警訊 為什麼呢 因為大盤只要一反彈 你沒有賺錢的感覺 就代表不是漲你的股票 所以OTC四連紅拉上來 你說抱著大勤股的人 你在這邊真的有賺到什麼錢 這禮拜其實也沒有 但你心態會過不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六七月就是這樣贏的 現在我不想走回老路 這時候你就變成 往股敲往下看 因為手上不動 但事實上世界是無常的 只有一件事情是永恆不變的定律 叫做什麼 叫做趨勢 不是往上就是往下 當新的趨勢出來的時候 你說你不去跟著它 那你的資金就沒有辦法 咬在對的方向上 對吧 所以很多人說2436 像微懸電有沒有 你說第一次在攻的時候 對不對 微懸電第一次在攻的時候 第一次在攻的時候 你有沒有錯過掉第一根 事實上你沒有錯過掉第一根的話 你走到一個新的行情 所以我來跟各位講邏輯 如果你沒有賺到錢的感覺 同理可證 連貌 那天我告訴各位中繼在上對不對 如果你錯過了你就沒有這一段了 實際上昨天漲停板有沒有 是不是 沒錯吧 那為什麼沒有賺到這個錢 就是因為新的行情已經開始發動了 那沒有跟上 那這招稱之為什麼 新AI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去解讀的話 當然我可以在這邊跟各位解讀 伺服器其實 有的人他比較執著 一開始的時候你會聽到 有人喜歡去賣弄產業 在不同的媒體上 你可能都會得到這樣的聲音 說這個AI伺服器的比重才高 那你是出給普通伺服器 你不是出給AI伺服器 所以這叫做真AI 這叫做假AI 如果你曾經被類似的言論洗過腦 你的心中就有了框架 對不對 你心中的框架就很簡單 我比較懂產業 我不要隨便買 我要買AI伺服器比重 真的有出得高的 但實際上這句話本身會有一個問題 AI伺服器本身有四代的問題 所謂你現在的比重高 是舊世代的比重高 2021年走 2024年跨入新世代的時候 你到時候比重高不高 不見得 新跨入的廠商 它可以直接做下一個世代 請問你到時候還會高嗎 不一定 所以賣弄產業的結果 就變成說 你給股價下一個框架 好比說現在 不是出AI伺服器的 純伺服器的 你說這些銅箔概念 銅箔基板的公司 它在伺服器換基草的過程當中 它拿到了利潤 結果這些公司後來居上 以前人家說 你AI的比重不高 你不該漲 結果它現在漲得比你多 你怎麼說呢 結果你的股票在往下走 人家股票在往上走 這就執著了 你用產業的報告給自己執著了 你執著了 成為我執嘛 對吧 所以人心的轉變是最難的 你辛苦的學了一個產業上的東西 你覺得這個很棒 我比別人搶 實際上你抱著的是掉下來的股票 為什麼呢 因為823那天 輝達在出財報的時候 短線你該出 但是你沒有出 現在掉下去 你說別人都是長假的 世界應該給你一個公道 但實際上呢 這個禮拜人家已經賺了40萬 你還沒有 所以你說難不難 不是產業難 是駕馭你的心更難 這才是交易的重點 這才是交易的人真正該聽的 哪裡是什麼產業報告 講在幹嘛 駕馭你的心比什麼都難 你的那個轉折有沒有 好 再來我們看偉權店 沒錯嘛 第二天就漲停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還幫各位把握到哪一支股票 技嘉嘛 對吧 這不會漲 電動車不會漲 結果它就漲了 所以駕馭你的心難不難 其實電動車是現在 共識很高的一塊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它是不是 幾乎每一天都給你一檔股票上去 你看電影投控上去了 再來溢加上去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你看 中華車上去了嘛 就是東洋也上去了嘛 每天都給你一檔汽車的上去 所以你現在要去抓汽車 被帶上來的特別容易 那就要看你賺不賺這個錢 在我來看就是新的族群 新的一個趨勢一定要賺到錢 所以舊AI換新AI 然後佈局9月的中小新股 這是我目前看到勝算最高的方式 禮拜一就帶你進場對不對 你如果錯過這個禮拜的新復興 一家沒關係 禮拜有新股票 那我們看一下新復興 網通也是另外一塊 因為有拜登的選舉 那禮拜四拉一跟漲停 果然我們講的沒有錯 好 那我們這個來講 駕馭你的心才是最困難的 因為如果你只看到你手中套牢的AI 你就不會看到新AI 當新AI在漲的時候 你可能問我說 要不要在這個地方加碼廣達 要不要加碼技嘉 這就不是中套邏輯了 對吧 因為實際上來講 今年賺到廣達技嘉的人非常多 那我們看到駕馭你的心才是最困難的 全面的來整理持股 好 那我們看到華晨 這個創新高對不對 實際上他的買點早就過了 有沒有 在這裡 是不是8月15號 有吧 看起來是一個假的頭肩 失敗的頭肩就是底 好 那華晨漲到這裡了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 看華晨看誰 這張股票叫做什麼 叫楊華 他以前是做觸控嘛 對不對 就是在做面板這邊 現在已經轉型來做什麼 機電設備 題材基本上跟華晨差不多了 客戶也一樣是台電 但是你華晨漲那麼多了 華晨已經漲多少 三四倍了吧 漲六個月了 楊華剛剛從底部開始 這是不是8月才開始動的 沒錯嘛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講 這要新的啊 這就是新的啊 那是不是新的 昨天是第一根 新的吧 依此類推 東洋嘛 投信來買這一支對不對 目前已經挑戰70了對不對 那AM市場 另外一支股票是耿鼎 現在才20塊 在季縣的附近 才剛剛上來 他一樣啊 出北美出5 60%對不對 也不輸東洋啊 兩個都做板金啊 差別只在於說 投信養很久了 外資才剛剛買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那這是不是就是新的機會 盤面上的機會很多啊 比方說我們來看大家PCB 你往上游走 台波拉一根漲停嘛 對吧 這都是中小股啊 幾乎都是中小股有沒有發現 都是二三十塊的有沒有 都二三十塊的啊 記憶體都二三十塊啊 這都二三十塊啊 趙鶴兩根漲停搭上來 都二三十塊啊 因為你做高價股做習慣了 上個月你都在看什麼 四星KY 上個月都看什麼 銀邦 對不對 上個月都看什麼 看微影 看一千兩千你看習慣了 結果發現呢 你的心態要轉過來 太慢了 所以好好把握啦 今天是底部起漲的股票 包括備用件 舊AI換新AI是刻不容緩 我們還要開始佈局而已 中小型股會在9月大反攻 而且重點是剛剛開始 你看OTC的指數 就知道剛剛開始 這一波的風格才剛剛開始 很多都是價格很低 絕對人人都可以參與的 贏在起跑點 今天播電話新台 禮拜一就帶你進場 好好把握這一波 剛剛開始的機會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或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